今天即将上场的第一位少年 他究竟来自哪里 具有怎样的才华呢 让我们一起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我叫朱鹏威 今年九岁了 来自河南登峰市 我是我们五叔班年龄最小的学员 别看我小 我赐利可老 各种高难度动作都不在画像 刚开始习武的时候 我以为自己很快就会飞烟走壁了 后来才明白自己想多了 饭要一口一口吃 武术也要一步一步的去学 今天我要在舞台上 做最有气势的男主角 向大家证明自己的实力 多彩少年 我来了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多彩少年 第一位少年挑战者 朱鹏威出场 有请 要好 好家伙 人肉梅花壮 厉害了 姓名朱鹏威 年龄九岁 身高一米三五 所在地区河南登峰 擅长技能武术 武力指数爆表 刻骨指数八颗星 运气指数一颗星 掌声欢迎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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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造型 哎呦 大家好 我叫朱鹏威 今年九岁了 这些他们都是我的师兄们 是专门从学校赶来 要助我一臂之力的 厉害了啊 看得出来学校的伙子呢 有好有坏 主要的这个肉菜都被这个师兄吃了 您怎么称呼 我叫刘宇超 哎呦 这个底气一听就非常足啊 哎 这个练武几年了 练武八年了 八年了啊 这个武功感觉在自己几位师兄弟当中 属于什么状态 是比较上乘的吗 对 那你的饭量跟他们比呢 也是 师兄 接下来还会和你有这个舞台上的表演吗 有 还有一个表演是吗 对 还有一段武术表演 好 好 那接下来把舞台留给你们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 好 OK 好 好 好 这是绝对的高难度动作 3 1 1 太棒了 一个字 绝 两个字 太绝 我觉得我们这些人 已经很难用语言来表述了 我们想听一听一行 您用诗词来给我们夸一夸 偏若惊鸿 脚若犹龙 这个八个字应该大家都很熟悉 这个八个字出自洛神父 他形容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这个身姿很皎洁 但是他在保持力量的同时 又兼有一种美感 说得真是太好了 当然一航 我还想请您 再给我们这个大师兄再点评 送上一句点评 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 谢谢 太厉害了 谢谢师兄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好 会场也要 钻到这个架子里 训练有素 看着你 我其实想问 这个小薇薇学武术学了几年了 我从四岁开始学的 已经学五年了 我的偶像是真子丹 还有吴金 真子丹 吴金 对 德战教练也在现场 我觉得接下来你的表现呢 可以和他之间多有一些对决 好吗 好 杨老师 请多指教 来吧 杨老师 有请可以登台了 杨老师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就是 武林高手之间的颠对决 现在就要开始对决 来 刚才小朋友说了 他已经习武五年了 五年 人生一半多的时间都在练习武术 您练习武术多长时间了 我已经练了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了 对 二十多年了 你可能连叔叔的领头都不到 有信心 有勇气 跟他比一比吗 有 有 好 没问题 来 那我们就PK一下 那你要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 杨老师 您会叶文敦吗 可以啊 你做什么 我做什么 好吧 我跟你学 要做五个 做五个 可以 一条腿五个 他得战教练 就是那个 也不用夸下台口 万一孩子做一个动作 你做不上来 我们这段可真就播出去了 没问题 来吧 好 直接来一个最有难度的 好吧 这动作看似了 做五个 是吧 孩子做起来很轻盈 但其实呢 难度还是很大的 哎哟 好 二位做起来怎么就那么简单呢 好 接下来还要换换腿了 一个腿就够吧 杨老师以为一共做五个 我们是一条腿五个 这个腿还没看出来过呢 这个腿还没看出来过呢 非得难为我们格战叔叔 可以 好 很稳健 宝贝 拿出那个看家本领 凋协叶文敦 还有没有 还有吗 那我打一段向行拳 还请杨老师指教 好 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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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胜 可以了 好 不错 可以 直接换蛤蟆弓了 好 铁头弓 这是什么 虎拳 虎拳 像一只萌萌的小老虎 吴骨声威 小老虎 好可爱 刚才我跟你说身上没有带麦 我跟你举着话口 你再把最后那两声怒吼再给我们 你要明白一下 我们现场收声 后期给你夹进去 一 二 三 哇 不错 再来一个不同感觉的 三 二 一 哇 冰写一段喊不动 叔叔太坏了 他教练 挺好的 其实他刚才表达的就是向心拳 向心拳 向心拳就是模仿这个动物的形态和生态 但最重要是生态 练得非常棒 这个我们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我刚刚其实想问我说他洋裁判就是 你会什么动物的向心 我会什么动作 好 刚才是向心拳 我可以展示一段太极拳 因为太极讲述的是一动一静 一刚一柔 比较的舒缓 同时又很刚猛 我们一起来欣赏 来欣赏一下 帅 帅 太帅了 刚才我看杨老师 侧面看他打拳 你知道特别像谁吗 就特别像这个叶问师傅 从侧面看你有没有发现 发现了 特别像电影里的大侠 大侠 对 这大侠的风范 那也谢谢杨德战 好吗 好 谢谢杨老师 加油 谢谢 谢谢 前边几番都是互动和展示 一是为了让观众了解 我们小朋友有多优秀 另外也让大家看看 我们裁判员也不是不可战胜的 当然了也是为了热热身 对不对 那接下来还是要给我们带来你的 挑战的项目 先为大家介绍一下 好吗 我要挑战在梅花庄上 做二指缠俯和称 20个 什么俯和称 二指缠 就是用两根手指做俯和称 对吗 对 来 叔叔可以你做一个好不好 嗯 两根手指 我那天我展示了一个 正常俯和称的肺劲 和你平身吧 他手指只有两只手指去支撑 他的手指的硬度 首先要非常的强才可以 然后就是他的臂力 以及他的腰力核心 每一个地方都要保持很强才可以 您说得太对了 刚才我为什么是半身做不敢全身 核心不够 手软 手软 下不了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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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你会很看重最终的结果吗 会 如果最后失败的话会怎么样 非常难受 非常难受 对 什么意思 是你之前在练舞的过程当中 是有遇到过什么坎坷吗 我刚才看资料的时候 什么 你的运气指数是一颗星 是什么意思 对 因为我错过了很多展示的机会 我小时候练功的时候 因为腿受伤了 然后错过了一部儿童电影的主角 那是在几岁的时候呢 那时候是六岁的时候 然后我自己压腿 然后因为不得要力 然后我一使劲把腿给摁折了 我的天哪 压腿说把腿摁折了 对 可是使了多大的劲啊 对 自己压了 洪荒之力 对啊 当时那个主角已经定好是选你了 对 是电影开拍的前两个月 然后自己压折了 当时很难过吧 不能演这个角色 对 但是当时受伤了没有哭 反倒把我的教练还有师兄们吓坏了 把他们吓坏了 对 因为小朋友他刚才讲了嘛 他的偶像是吴京和真子丹嘛 真子丹 对 所以他肯定也想成为一名功夫明星 对不对 对 所以能够得到拍电影的机会 多难得呀 这是你第一次遇到了意外吧 这个情况 对 言外之意就是还有这样的经历是吗 就是在2022年央视春晚的武术节目里 又错过了一次当主角的机会 这次是什么情况呢 这一次是导演组来学校排 如虎笑春这个节目 然后说从一万多个孩子里面 选出来的我跟我的好朋友柳奎毅 那时候教练给我说定我当这个主角 然后也是在去春晚的前两个月 那时候教练给我说 导演组他们觉得 柳奎毅更适合这个角色 然后就让他来当主角 然后我做备选 就是为什么一到人生的最关键的时刻 的前两个月就容易出现一万 对于你身上有一个两个月定律是吧 所以2022年那年春节 你是不是都不开心 对 当时特别难过 我跟柳奎毅在学校是最好的朋友 现在关系不好了 现在呢 实话实说没关系 然后除了这件事情 我也不想理他了 真的吗 现在还是这种状态吧 他对你呢 还有没有把你再当成好朋友 他知道我那时候伤心 然后我老是主动过来 给我道歉说对不起 我抢了你的角色 然后那时候就我特别难过 也是好几天都没有理他 那你现在有原谅他吗 后来我认真看了他的彩排 感觉他实力确实比我强 而且我觉得没有必要 因为这件事情 我跟他的友谊就这样结束了 然后我们就和好了 我喜欢你的回答 对 现在还是 我喜欢你的回答 依旧和原来一样的这种 很好的关系是吗 对 一直都是 春晚在直播的时候 你有看吗 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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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当时对他的表现满意吗 满意 但是我感觉 现在让我来演这一段的话 肯定能比他好 因为我在学校 练习比以前更刻苦了 而且还会了很多 很难的新动作 来 彭薇 今天咱们就在这个舞台上证明 谁是最适合的 春晚的更优秀的 那只小老虎好不好 好 来 如虎 孝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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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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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他师兄 我真觉得无论是你 还是师兄的表演 都比他们要好 柳慧一今天不没来吗 对 你比他演的好多了 这孩子特别喜情 你看那上来 他总是面带微笑 但是一旦开始表演的时候 武术的那个精气神 那个劲儿立马就出来了 哎呀 我觉得特别棒 有没有上春晚 我觉得其实不重要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在你从小到现在 练了武术这么多年 你所吃过的这么多的苦 忍受了这么多的痛 但是你的这身硬功夫 这身筋骨练出来了 你的内心的强大练出来的 你的意志品质练出来了 我觉得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我希望你能够真正成为一个 人身的强者 好吗 好 加油 加油 谢谢老师 谢谢亚萍老师 确实上不上春晚那么重要吗 那要问综艺频道的主持人 我觉得不重要 好 对不对 释然了 来 师兄 没事 咱没上春晚也不重要 谢谢您 谢谢 哎呀 我觉得经过刚才这一番的表演 心结也彻底打开了 也没有什么遗憾了 对不对 对 应该心态也放平了 对吧 对 好 所以你准备好了吗 我准备好了 好 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 少年无畏 奋勇向前 现在我宣布挑战规则 挑战项目 梅花庄二纸禅俘卧卧成 一 挑战以标准姿势 在梅花庄上完成二十个二纸禅俘卧卧成 即为挑战成功 标准姿势为 双手双脚至于梅花庄上 每手仅有大拇指和食指接触地面 俘卧成大小臂虚成九十度 一 二 挑战者更有三次机会 若三次挑战均不成功 即视为本场挑战失败 裁判员杨德战 来 接下来有请朱鸿威同学 上梅花庄 我们请我们的小朱同学可以先在上面呢 找一找感觉 调整一下 对 你先适应一个 先适应一个 调整好了之后可以示意我们 好吗 宝贝 我准备好了 好 好 准备好 请准备 三 二 一 开始 二 二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八 十九 十九 二十 十 我宣布 朱鸿威挑战梅花庄二指缠服务称 姿势标准 各数达标 裁判员 杨哲战 在这里非常高兴地宣布 小小少年挑战者朱鸿威挑战成功 谢谢 更要感谢你可爱的师兄们 来 好 好 好 开心啊 谢谢我们的裁判员杨德战 谢谢 来 我们见证团的几位老师 看了小朋友的挑战有什么感受 有时候我们预期的那个机会 不一定马上到来的时候 可能是如果你在继续努力 其实意味着生活给了你一个憋大招的机会 就是当你那个大招放出来的时候 可能比之前更大 然后当你那个大招放出来 大家都看到的时候 你自己也会理解说 原来过去的很多经历 都是为了今天的这个大招而铺垫 谢谢 叶老师 好 我们非常高兴地宣布 朱鸿威同学可以入围2022 多彩少年 少年英雄法 谢谢你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 是的 希望你未来继续加油 重返我们的舞台 再见 再次祝贺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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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再见 加油 加油 他好可爱啊 真的